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兄弟们 我是袁胖 想找项目赚点小钱的 跟我一块来 今天又到了这个伦村里面 这是浙江的盘安县 这里是去产药材的地方 但是有一个发明人发明了一个机器 就是叫做燃料 就是用那个节感或者木材 能够变成气 这么一个发明燃气楼 你好 今天雨好大 对 这是你的厂子 这是我的一个小工厂 小工厂是吧 对 好 你发明了一个生物燃气楼是吧 把这个柴草变成可燃气体 柴草变成可燃气体 怎么转化 就是到里面去看一下 里面的去看一下是吧 好 它的整个原理就是 原理看一下 把这些 因为我们这边是家具厂比较多 这个就是家具厂的下饺料 木屑 木屑 然后呢 木屑放进去之后 我接上电 还要把这个电源接上去 好 电上电 接上去之后呢 这里面它会燃烧 也是在燃烧 燃烧之后它会产生液氧化碳 然后那个造具上面再燃烧 等于是两次燃烧 这样通过这样一套炉子之后呢 它会比较干净 出来的气体 就是气体了 像我们平时如果这个东西放到外面烧的话 它会飞起来 对 有烧不尽的 有氧化碳 有灰尘 它会飞起来 我通过我这个之后呢 它就不会飞起来 出来就是干净的气体 好 那我就稍微给你们先看一下 我问你一下 这这么大的炉子 这个有危险性没有啊 非常安全 它跟早气 早气你们有没有 知道早气 早气是通过发酵 抓酵对 之后呢 它储存 我这个呢 是通过热碱 不储存 散热器就直接来烧 它是没有压力 也没有储存的 所以非常安全 这个得到相关部门的验证过吗 我们有环保部门的检测报告 有国家的那个安全 就是特种设备 这属于特种设备嘛 安全局的认可 我们是无压的 属于非常安全的 这些证件都有 都有 都有 我申请了八项专利 十项专利 两项是发明专利 八项是 就是 使用专利 那我问你 你燃烧了之后多少还有一些废渣什么的吗 往那边排 废渣的话从这里出来 废渣的话呢 这就是它的废渣 啊 烧烧的时候它就 就是 嗯 这些就废渣了 这就是废渣 对就没用了 嗯 而且呢你还有一个东西这个不方便 就是你必须要把它打成碎屑吗 还是 我只 我 我直接把它扔 短一点 不能太长 嗯 最好是要粉碎一下 那一般的老百姓他还要去粉碎 这不就很麻烦 嗯 对 这个粉碎呢现在呢也不麻烦 因为收割的过程中 它就有粉碎的设备了 啊就是你 你别搁 像比方说小麦杆 嗯 搁了我就让它粉成一段一段的 嗯 嗯 玉米杆也一样 它都能粉碎 啊就像 这个问题都不大 就像这一锅的话能烧多久呢 啊一锅如果加满 我这是家庭的 啊这一锅啊 可以烧两个小时 才烧两个小时啊 效率是不是太低了一点啊 那是家庭的 家庭一般不用烧两个小时的 嗯 一般的话家庭的话 你有个半个小时炒餐做饭就够了 那我的每天往里面加 它是不是麻烦 现在大家用这种煤气 这不是很方便 对对 所以我我们现在呢 这个思路就是错错在哪里呢 做家庭的就走错路 啊 家庭的它就是 现在人都是太懒惰了 对吧 懒惰了之后 他要去加料 要去搞料就觉得麻烦 对啊 对吧 所以我们呢 这个炉子呢 现在呢 做起来之后 已经能让老百姓接受在哪里了 我一次加进去 我能烧一个星期 啊一个星期 嗯 对吧 我就不用去动了 嗯 那我想烧我就去烧 不想烧放的 对对我也没影响 但它的好处在哪里呢 就是农村 它这些节改非常多 不花钱 呃我们国内来讲呢 对环保意识还不是很加强 如果大家都用我这个炉子 环保的意识加强 把地里面的东西都拿回家 把他利用起来 那就就 我这个拇指就发挥起作用了 那我先烧给你 好你烧给我看一下 然后把这个电源插上去 嗯 嗯 测掉了都没感觉就好看 测掉了 测掉了 什么呀 嗯 就完全没有烟 我不相信 嗯 它只是没有污染的烟吧 那要实际行 还是有点汽出来了 会汽什么的 没有啊 这个肯定是打边的 嗯 看一下 已经烧烧了 等一下啊 看它放了多少料啊